我第一次拿到这个角色就是在失戏的时候 当时我去百度了一下 然后也去看了最强男神的网文 当然没有完全看完 因为当时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我就记住了两点 就是他是一个面瘫 而且特别呆萌的人 然后因为我平时我是一个表情比较丰富的人 然后我就当时去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尽量在说任何话的时候 眼睛包括其他的表情都不动 只有嘴去动 然后而且他戴眼镜 然后我就在拍戏的时候 去试戏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戴上了一个眼镜 然后加上我想一个 一个对于自身有特别高的要求的人 应该会喜欢让自己穿的 就那种一丝不苟一点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规矩 所以我就对 我就穿了白衬衫和那个 特别鼻挺的一条裤子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 然后我去之后再去塑造他的时候 就会加了根据他 比如说他学钢琴啊 他的紧张的时候 手会怎么动 然后比如说他戴眼镜 他会怎么样去推这个眼镜 然后他在剧本里塑造的 他是一个特别爱 diss别人的人 然后他diss人的时候会怎么样 然后就根据这些 他的习惯性 然后设计了一系列的 他专属动作 还有他的专属说话方式 比如说他的运速说话就会很快